巨大引擎聲浪奔駛在國道高速公路上 這件儀表板指針不斷快速向右轉 時速表顯示的數字更是飛快飆軒 短短8秒鐘時速從172飆到224公里 卻傳來嗶嗶聲響 原來原廠車輛都有鎖表限速安全設定 居然將疑似替愛車測極速的影片PO網 說難得上高速公路想開到時速300 沒想到224就鎖表了 底下好友留言 你該報名賽車手 還有人希望他開慢點 沒想到他去回應 很可惜沒讓你體驗什麼是跑300 甚至還說自己已經很慢了 顯然是把國道當成自己的賽車場 不過記者實際求證 破文者卻連忙撇清說 車不是他開的 而這部可是價值破千萬的兵力車 兵力車隨便一部都要駕超過千萬 CC數大一點的經過解鎖 甚至可以跑到時速400公里 只是賽車場等級的速度 可不能開在一般大馬路上 過去就曾有跑車國道 競速尬掐上演驚魂祭 法拉利一下子橫跨三個車道 和日常跑車GTR搶到顯像還生 只是再看一次 兵力標級速的鎖表影片 把國道當成自家賽車場 還PO網炫耀實在不可取 記者楊中盛 何慧榮 台北部報導